这是疯狂的迷恋 我从未放弃爱的人脸 多谢永远处进你的事业 谢谢妈 爸 妈 那个在家的时候呢 我跟我妈也商量了一下 小静跟双龙的婚礼 咱们尽可能地办得体面一点 然后再来查个好日子 尽快地给办吧 你说呢 好啊 哥 其实我觉得吧 你看小静 你看小静现在都怀了几个月了吧 这段时间是不是不大合适 别把孩子累着了 妈 这样可不行 结婚对于女孩来说 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那肯定得办呀 要不办婚礼的话 我估计小静这辈子都得后悔吧 我跟依凡办婚礼那些酒店 我觉得挺不错的 要不然你俩也在那边办 可以啊 其实吧 我觉得哈 这个婚礼真的可以不用办 妈 挺好吗 不甘不敬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就跑到他们家去给他当媳妇了 不是 你脑子是有病还怎么的 没有 妈 我们商量了一下 我们觉得这个婚礼和仪式还是暂时先不完 我觉得挺好 为什么呀 我们是想等孩子出生了以后呢 带着孩子一块办婚礼 那也不错哎 现在好像好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你们要是真的生了宝宝 带着宝宝一块办 哇 那个画面好温馨啊 也不错也不错 婚礼那那个再说吧 再说吧 你这话的里外里透了那个意思我明白 就是不想办这个婚礼 就想省那个钱 不是吧 我有这个意思吗 你看你这个 我给他们俩这个婚礼的钱都准备好了 这不办婚礼是小劲儿说的 小劲儿说的 你呀还没有你的女儿懂事呢 燕儿怎么说的啊 婚礼是一个女孩子向外面宣布自己身份的一件最大的仪式 你现在让我的女儿顶着一个大肚子跑你们家里来当媳妇了 不是让别人笑话我这个妈不是什么 妈 那个 这个决定呢 是我跟双龙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来的 您放心 我不会委屈自己的 对对对 您就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让小劲儿受委屈的 秦丁波 孩子们都大了 让他们自己做主去吧 秋平 你别给我古代了 现代了 他们俩结婚的钱早准备好了 你看 看看清楚 看见了吗 钱数你就别看了 来 小劲儿 这是妈给你的钱 拿着 您太客气 这钱我不能收 这就是给你们结婚的钱 拿着 不是 这 小劲儿 你就拿着吧 这都结了婚了 把你那些东西都收拾收拾搬回家 妈给你把屋子都收拾好 好 慢着 慢着 老陈 现在如果我提出来要给这两个孩子买一套房子 不大现实吧 以你们现在的条件 那是不可能的吧 那好 没关系啊 你至少把你那个小屋子重新装修一下吧 她是新媳妇 得住新房子 张秋冰 你是懂还是不懂啊 小劲儿现在怀着孕呢 你现在装修房子 那那么多的假权这 不合适吗 我不懂 我就是不懂 我再告诉你 你别太过分割了 怎么 芈月免了 婚礼免了 装修房子免了 你家具还免了 是不是 我的女儿嫁到你们家就这么便宜啊 那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 不是我们不想装修 是小劲儿现在的身体不合适装修 大龙 拿着你的行李搬到我家里来吧 我家里至少比你们家条件要好很多吧 上我家里来给我当上门女婿啊 这 那不行 凭什么 这新媳妇刚结婚就住的娘家 那结婚邻居听见了 这这 这把我都要羞死的 哎哟 娟子 婚礼所有的程序你都给我免了 都给我省了 你还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啊 郑秋平 你成心的吧你 两个孩子结婚了 就得跟我住在一起 要不然我干嘛第三下四的跟小劲儿去道歉呢 他们两个以后的婚礼 不管怎么办 那是他们的事 今天这个事 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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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说了算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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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那个 妈 我说一句啊 这 要我说这结了婚这小劲儿 住在婆爹式与情与礼没什么问题的 这就是嘛 我们家又不是龙糖虎穴 你放心 秋平 这孩子我们会好好的照顾的 那那那养的白白胖胖的 人家是个大胖小子 行了 妈 爸妈 那个 今天是咱们俩家 双十凌满的热情 那咱 喝杯酒吧 喝杯酒吧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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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喝点 好了 好了 反正这件事也不着急 咱们还可以慢慢商量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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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衣服真是不少 我那门后边还有 还有 还有几双鞋 你帮我拿一下吧 好 一起说吧 车来了 你没听见吗 底下滴滴滴滴滴 摁了 半天喇叭了 赶紧 赶紧 拿几样东西就双龙扛下去 不不不 衣服还没理完呢 那么多衣服 我 我有的穿不下 不 要不您帮我捐了吧 不然我这肚子 我说你就拉倒了吧 我给你四个子啊 轻装上阵 就你婆婆家那环境 就你婆婆家的那个伙食 不出一个月你就得回来 又不是旅游还回来 我便宜你了 便宜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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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环境挺好挺温馨的 不是让你拉手没了 是不是 老婆 你说这高跟鞋这么高了 以后还能穿吗 别崴了脚 我的高跟鞋 我的高跟鞋 以后我就穿不着了 老婆 跟着我 这样让你受委屈了 以后你对我好点不就行啦 收起来吧 那个 房子你退了吗 退了 退了 东西都搬过去了 现在家里面更挤了 更挤也没事 反正我受 哪都挤得下 老婆 老婆 你真是善解人意 你第一天认识我 第一天认识我 陈双龙同志 这一天认识我 终于心飞宽了 林小敬同志 我祝你 百年好喝 那 以后 你得对我 特别特别好 还有 对我和我的宝宝都得特别特别好 还有就是 你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呢 把我们俩养的白白胖胖的 好不好 像昨天 只愿去的纪念 躺在乌烟 虽时间会好一点 微量的直接 像昨天 像昨天 这远去的起点 东西乌烟 虽时间会好一点 你已经走远 明天 用什么去留恋 梦没有了 你要怎么相见 你要怎么相见 那海边 那海边 定格 永远 感谢你出现 总是我的 世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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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新婚第一 有什么感想啊 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想 那说中来分享一下吧 就是有一种流落他乡的感觉 那怎么会呢 老婆 这以后就是你的家 你的洞房啊 我就觉得吧 这周围太陌生了 嗯 错的 那你闻过老公的身上 有没有你熟悉的味道 来吧 你没吸到 不可能啊 我刚洗完 那你怎么回事都臭的 不可能 我刚攀过江水 你都看到了 嗯 真的有个味道 你好好闻闻 哎 是不是你那对高跟鞋的味儿啊 不可能 我又没脚臭 你闻我 好好闻闻 哎呀 不会啦 你太敏感了 我在这生过二十多年 都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嗯 嗯 真的有种很奇怪的味道 嗯 你看 你 你去哪儿了 老婆 找找找 找找 不是 那 不是 不是 你走吧 不是 你走吧 不是 你干嘛呀 真是什么呢 嗯 行吗 行吗 给你钱 我给你钱 你点小 меч��的在乱 停 哎 停 嗯 变叛了 影响怎么发挥 这有什么发挥 哇 就这儿 怎么怎么 就这儿好大的味儿 你去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面 嗯嗯 就好大的味儿 我看看啊 你好好找找 你说没有 你怎么没发挥的 哎 不会是这个吧 哇 这什么新手机 这个 应该是我妈腌的 什么咸菜酱菜之类的 这个我这儿 哇 就是它 快盖一下 盖一下 哎呦 哇 这个 哇 这个 才见空气就坏了 妈 小静说这个有味儿 有味儿 这才是正宗的泡菜味儿呢 哎呀 开小火了 你给我打开 我让小静尝一尝 我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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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不是妈妈 我现在驾驭不了 妈 你还拿出来吗 不是 拿出来 那个 说我帮个忙 你把那个东西 先往外面先搁一搁 啊 对对 你先搁一搁 那行行行行 哦 干啥还给我放的 不不放 放 放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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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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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不不不不 把妈放坏点 先放坏点 哎 你给我放进去 小静儿 你先放一下 这头一天来家里 怎么连个泡菜坛子 你都容不下呢 哦 现在我走 哎 你 你回哪儿 回我妈那儿住 哎哎哎哎 你开什么玩笑 动萌花生液 动什么呀 那么大的味儿怎么 我 你你先把它处理 我 怎么处理 那就把我先处理了吧 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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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还给我放那儿吧 哎呀 哎你干什么 你往哪儿拿拿拿 这两台不行 两台的荒动不行 哎呀我扎紧了 扎紧了 我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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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处理 阿妻 就是要干嘛 妈 今天天气挺好的 我想下楼去散个步 呼吸下新鲜空气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电视没有看 新闻也没有看吗 早上的空气那是最污浊的 你要散步的话 晚上八点以后吧 要不然我下去 把垃圾拿下去倒了吧 靠垃圾也不是你的事 你现在非要下楼 不会是因为别的事情吧 别动 别动 别碰着你 没问题 我一个人没问题 你干吗 爸 几点起的呀 四点吧 太阳还没出来呢 当小偷去啊 我 我 本来是想我自己去的 是我不让他去的 他现在不是保胎吗 有进步 你知道心疼人了 我给你们做早饭吧 我叫你先别上来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一身的 我告诉你啊 赶紧给我去洗个澡 身上全部都是病毒 真命 叫你先别上来 你真是的 我没有想到今天结婚的那么多 快累死我了头 辛苦你了 你在哪呢 怎么听得那么吵啊 我在菜市场呢 怎么让你买菜做饭呢 不是跟你说了吗 少干点家务 让他们干去 我想给一帆做点好吃的 你天天在家待着 我多闷呀 行了 不跟你说了啊 行 快回去吧 挂了 老板 这三个月多少钱一斤啊 三四二块钱一斤 那你帮我把那两块都撑了吧 你干什么去 我就把双龙叫起来 别叫过了 快快坐这 坐这 让他多睡一会儿 你把双龙叫醒了 能不影响了 这都几点了 还不起啊 你俩还过来过来 真多事 你就惯了 好孩子让你惯坏了 不是我想惯他 这怀孕期间呢 就是想睡觉 那就让他多睡会儿 熊龙 起了 快来吃早饭 妈给你现蒸的包子 三心馅的可香了 快来 看看 惯不 连离你都不离你 捡皮子吧 他不吃我吃 你贼怎么那么馋呢 我就包了这几个包子 你吃馒头就行了 赶快把这豆浆喝了 下棋去 夹这么多咸菜干什么 让少吃 还吃那么多 真是个巨老头 好 累坏了吧 不累 妈 不累 真累死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让妈那个网站都关了 你不听呢 还帮她搬东西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行了 妈 您就少说两句吧 现在都这样了 您还说有什么用 要是在平常 我当然就不说 她现在不是怀着孩子吗 怀着不就是我们林家的根吗 如果有点闪失 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回来了 买这么多东西你 就出去透透气嘛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地摊上的东西 它是不能吃的 这油条不是拿地勾油炸的吗 油反复使用以后 它会致癌的 那个 我实在是看着太眼馋了 我就买了一根 天天喝牛奶吃鸡蛋 我真有点腻了 什么 没那么严重 偶尔吃一次 没什么 跟咱们家里讲究的 就是食品卫生了 不是吧 妈知道 你不是现在还怀着宝宝吗 吃坏了肚子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笨死了你 干什么把我油条拿出 你本来就不敢玩油条 我就吃一口怎么办 我就吃了我就吃了 哎呀 行了行了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你不吃了 妈 那个这个菜怎么做呀你看 白啥吧 行吧 那我来开菜 行 我也来 别打呼了 你干嘛 干嘛 干嘛 你 你的晚上都在打呼噜 跟过好车似的 我 也许我没说好 你当时不打呼噜 可是你打把事啊 这一晚上 那你左一拳右一拳的 我还以为太孙睡在我旁边呢 今天一点都不让着我 你一点都不让着我 妈 妈 妈 怎么了 叫妈有事啊 没有 没 没事吧 快中午了 该起了 啊 差不多了 啊 知道了 妈给你把饭热一热 叫小劲儿也起吧 知道了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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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睡好 我再睡一会儿 被子给我 我再睡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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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起来吃饭了 我们把饭都做好了 五分钟 五分钟 别磨磨蹭蹭的了 快起床吧 包子又要凉了 吃包子了 吃包子了 包子 好吃 好吃 你这包子 真的好吃 好吃 就多吃点儿 你刚叫我什么 阿姨啊 我还没习惯 那就早点儿习惯 她结了婚啊 阿姨 你还真行啊你 来 来 我 少龙 来 我不吃 让她吃 她爱吃这个 不是最爱吃三鲜包子了吗 我爱吃吗 她现在不是怀孕吗 她消耗大需要能量 再说妈 你就算包那么几个 你下次多包点儿 冰箱里就这几个虾 我就包了这几个包子 谁想的这小劲儿这么能吃 不是 这么爱吃 你爱吃啊 我下次多包几个 今天就别吃的太多了 这几个大包子下去 你这不胃瘦得了吗 胃瘦了 是点儿 您不知道我以前 从来不爱吃包子的 什么狗不履包子啊 什么南乡小龙虎 碰都不碰 但您今天做的这包子 我真的特别意外 做的好吃 但是我妈要是 也能做就好了 你妈不会包包子啊 我妈不会做这个带馅的 所以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都不吃饺子 我们家双叶啊 最爱吃的带馅的 好 这到你们家 该馋包子了 嫂子在我们家 也不想包子 我妈虽然不会做这些包子 面吃什么的 但她讲究营养搭配 我们家吃的全部都是 绿色有机食品啊 我叫你们家 有时候总买一些 糊润菜 妈 那个 那个粥 喝一碗吧 您再帮我添点 老家你 我这 我的果汁呢 忘买了 忘买了 要喝吗 没事 没事 我现在买去啊 坐这儿 踏实吃饭 我这儿家里有 我给你拿去 家里有 家里有 我跟你说 我现在每天早上喝杯果汁 补出维生素 我忘了吗 你拿一张 拿一张纸 拿一张笔写 写下来 来 吃萝卜和茶 气得一声爪牙 来 我喝果汁 那果汁哪儿就来了 我这儿 我这儿 来了 爸爸 谢谢 又怎么了 祖宗在这儿 总是热的 我在微波炉里给你热了一下 这果汁你热了之后 它营养就流失了 你喝粮子对胃不好 你这边怀着孕呢 嘛 要继生了 以后这咖啡啊 你不要喝了 不是 我前段时间做产检的时候 看到一个外国孕妇还在那儿喝冰咖啡呢 我这儿说你呢 你跟我说外国人呢 我怎么说你什么你都跟我抬杠 这不是为你好吗 我没有跟您抬杠 我说的是科学 我妈说了 只要一天摄入的咖啡因不超过两百毫克 是没事的 我不知道什么科学不科学 我就按着我的老黄历 生了俩孩子健健康康的 什么事都没有 那我妈按照科学的方式 生了我跟我哥 不是招养健健康康 活动乱调什么事都没有吗 老老 请点出粮子过这儿 快 吃点喝了吧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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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太多了 妈你别收起啊 我我受了 你还不想话 哎呀这有身孕呢 不想说你 你让她改改那大小姐的臭毛病吗 这居家过日子 哪那么多事呢 你哪来的那么多事 那么多臭毛病呢你 什么冰咖啡冰饮料的 那是咱们中国人喝的吗 是中国人的习惯吗 我妈说的没错 你以后给我改你听了没有 骂的还挺凶哈 老婆你看我这个下面这个力度怎么样 这儿好啊 好 这儿 继续 我们老陈家 有老陈家的规矩 既然你嫁过来了 你就得守规矩 以后我妈说话 你想要给我盯嘴 你再盯嘴你去命我真臭 怎么了 过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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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看一下 您这什么时候买的呀 都已经过期了 我前面的超市买的 我看过了 没过期啊 您看这儿 这儿 都已经过期好几天了 您那 您那让我看看 前面您看超市啊 搞促销 买一赠一 你喝的那一罐 可能是赠品 来来来来 喝这个 可能是要过保质期了 所以人家在促销呢 我们家没人喝这个 都是给你买的 我别是过期的 阿姨 不是 妈 这不是我说您啊 以后您去抽市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保质期应该买 这点您真的得给我妈好好学学 我妈在饮食上非常非常地讲究 但凡快到保质期 还有一个月她就不会再买 还有那些廉价的垃圾食品 她碰都不会碰的 我们家喝的都是廉价的 吃的也是垃圾食品 双龙 你站住 你来评评理 你看你媳妇怎么说话的 这叫怎么说话的 妈 我 我觉得吧 这个勤俭节约呢 当然是一种美的 不过健康生活呢 也是一种品质 二者呢 是不相违背的 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 来看这个问题 这也是灌出来的臭毛病 我家没这规矩 我刚才检查了一下您的厨房啊 好多东西都已经过期了 还有像这个松花站 以后您千万别买了 含清量特别高 对身体特别不健康 我这都买个好多东西 你怎么都不帮我拿出来干什么 我拿出来帮您扔了呀 您这多不健康 我帮您买新鲜的好不好 不行不行不行 我帮您买新鲜的 您相信我相信我 干什么呀 这叫过日子吗 换衣服去超市手 我把生意还没买 我帮您批评她 太 hunters they Go 菜不像话 我走无 measurements 我的天 卫人呛人 今天吃什么啊 爱吃什么吃什么 我还不伺候了 怎么了 认诚 小哥 今天你帮我进货 妈是不是不高兴了 没有 她就是觉得 别说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她肯定就是不高兴了呗 她一直都看不上我的工作 我妈没这个意思 她就是觉得你现在怀孕了 老是这么熬夜上网 怕影响身体 老公 最近是旺季 忙完了这事之后 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双燕 你有自己的事干的 我支持 但是 我觉得我妈说得对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又身孕了 回孕前三个月 应该好好静养啊 妈也希望我能够劝劝你 能不能 以身体为主 其他妈妈放一放 好吗 什么意思啊 想什么把网店关联啊 我的原则呢 你有工作我是支持的 但是你不能熬夜影响身体啊 老公 你太好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妈教练跟我说 不能再开网店了呢 但是时间上一定有限制啊 不能超过十点 不能超过十点 好多人十点 才刚刚开始上网买东西呢 不能超过十点 那我好多生意都没得做了 行还是不行 那十二点吧 行吗 那十一点 行了行了行了 十点就十点吧 十点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从现在开始呢 进货 收拾仓库 而且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事 我来做 你的任务就是养身体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今天那夜算吃了吗 吃了 今天吃了吗 好像没有哎 好吗 好吗 我吃了 小姐啊 我必须要把话跟她说清楚 你就跟她讲事实摆到底嘛 对啊 你必须要让她按照严格的科学方式 来进行孕妻的准备 哎呀 宝贝儿 宝贝儿 你听妈妈说 你爱面子是不是 你不好意思去说是不是 那没关系 我去说 她妈的脾气啊 我了解 她人不坏 就是庸俗了些 文化水平不高 什么都不懂 还酱 双样 她跟她的妈呀 一模一样 满足现状 而且不思进取 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差不多的 怎么了 你去听听吧 你妈刚才都说了我妈什么坏话 宝贝儿 下一周你要进行产检了吧 嗯 妈妈想你了 赶紧之前 双样 怎么了 你没听到你妈说什么吗 什么叫做我们家人 都是庸俗的小市民 我妈到底做什么 她要说得这么难听 她凭什么呀 双样 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但是 如果你听到了什么 不应该听的 你应该假装没听见 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很多 没有必要的矛盾 我明明就听到了 为什么要假装没有听到 我从来不会做两面派 我这不是在劝你吗 这个你还听不出来 我就听不出来怎么了 我就是很傻 我就是很笨 但是我从来不会弄虚作假 不像有些人 我们去库房再见 你这是在质问我呀 我怎么知道 我在里头打一个电话 他在客厅里偷听的 那哪叫偷听啊妈 您这门都不关 声音那么大 人不想听就听得见 我再跟你说一遍 听墙根 传闲话 这可不是我们家人干的事情 妈 你别怪你妈没脾气 我告诉你 你妈没有脾气 是看着你的面子 是看着她肚子里 那个宝宝 你给她做点规矩 你告诉她 不许下次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如果下一次再敢在客厅里 偷听我的电话 别怪我不给她面子 她怎么 她该吸服了 她该知足了 她在我家里过什么日子 她现在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干 知道妹妹在他们家过什么日子 是不知道妹妹在他们家过什么日子 小妈打住打住 我一天头就行 你妹妹干什么日子 打住打住妈 像得她了你 将来你要吃她苦头的你 是否命运都无法预料